话节上回 我们的主角名人君终于闪亮登场了 对手就是一直看不起他 还特别嚣张的犬种牙 比赛开始之前 一般都是名人搞怪的高光时刻 这次也是不例外的 他质疑完看救狼的傀儡 现在又开始质疑犬种牙的爱犬吃完了 充分显示了他不学无数的优点 只是可惜月光疾风还是惯着他 很有耐心地为他普及忍者的常识 动物 虫子和忍俊一样 都是考生可以携带参战的 名人文化少 只能哑口无言 他觉得自己吃了亏 就没想过自己才是一个B.O.G 体内的九尾狐要比得上多少个吃丸了 全种牙面对千年吊车尾名人 也不想生之不武 他主动放弃了让吃丸参战 一定要公平地击败名人 场边的太子妃厨田陷入了纠结之中 虽然很喜欢名人 但是全种牙是自己的队友 自己都不知道该支持谁好了 在全种牙的印象里 名人不仅是学校里的搞怪担当 在伊鲁卡的课上 更是公然变出厚嘴唇的三代火影 捣乱课堂吸引别人注意的吊车尾 变换忍受模式的全种牙长出了力爪 速度也得到了加成 轻易闯进名人的怀里 一时不差的名人挨了一击中的 他在地上滑行了一段距离 躺在地上久久不能起来 全种牙以为已经成功击倒了名人 转身离开的时候 躺在地上的名人悄悄站了起来 主角的特性之一就是 特别的耐揍 名人站起来嘲讽全种牙 全种牙大怒 戴上吃丸就冲了上去 全种牙使出了烟雾弹 烟雾中 名人不断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 不想被动挨打的名人冲出了烟雾 可是被等候在外面多时的赤丸 又给咬了回去 烟雾散去 地上躺着的只有受伤倒地的名人 旁边是咬着尾巴的赤丸 全种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高声的夸赞 自己的爱犬干得漂亮 可是名人军能这么简单 被一条狗干掉吗 那我们使劲追翻还有什么意义 就在这时局势突变 赤丸咬出了张开怀抱的全种牙 原来赤丸非赤丸 名人非名人 一切都是变身术搞的鬼 全种牙的回忆杀真是一个凶兆 他好不容易甩开已经变回人形 还是死咬着的名人 名人得了便宜还卖乖 竟然嫌弃全种牙一身的狗味 废话 人家养狗的肯定是一身的狗味 全种牙还在找寻自己的爱选 可怜他赤丸正被名人擒住 举高高呢 短暂的交锋中 暴露了名人多处的战斗智商 影分身术和变身术的活学活用 实际把握的也是恰到好处 在场的忍者老师和朋友 都对名人的印象有了极大的改观 可是牙也开始认真起来 磕了样的赤丸 毛发都变成了红色 狂暴地挣脱了名人的举高高 人兽合体 全种牙施展了兽人分身的绝技 两个全种牙出现在名人的面前 都是刺牙咧嘴吓人的样子 原来是全种牙和赤丸吃下了冰凉丸 这是一种士兵专用的兴奋剂 富含大量蛋白质 并起到镇静兴奋的作用 可以使士兵不眠不休的战斗三天三夜 名人又要抗议了 竟然公然使用兴奋剂了 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可惜忍者的世界真是奇妙 抗议无效 全种牙的牙痛牙大招 真是屡试不爽 从头又闹尾的绝招 名人后来都当上火影 这家伙还是在用这招 好在现在这招事还挺管用 名人又一次被击倒 嘴角流出了些许 可把太子妃除蝶心能坏了 落井下石的全种牙 真是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竟然嘲笑名人伟大的火影梦 名人顽强地站了起来 第一次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他要让嘲笑自己梦想的人付出代价 全种牙会成为败北之犬 烟雾中 全种牙和赤丸发动了多次牙痛牙 名人也不是每一个都能躲过去 他必须思考一个绝妙的办法 果然是战斗智商在先的名人 烟雾散去 三个全种牙站在了当场 大家互相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愣住了 全种牙认为可以破解这一招 他的鼻子上聚集了查克拉 嗅觉可以达到正常人类的数万倍 他轻易击倒了一个 他认为是名人假扮的冒牌者 然而事情真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吗 被他打倒的冒牌者 在地上变成了昏迷的齿丸 这让全种牙失去了信心 他开始怀疑背后的齿丸分身 性情暴躁的他 又是一拳干到了一只 忠心耿耿站在他身后的齿丸分身 延误过后 全种牙的智商真是彻底捉急了 又躺着一个昏迷的齿丸 围观的众人 心思敏锐的老师们也察觉了 这是一个一直由恶作剧天赋的名人 绝佳的战术计划 果然第一个被击倒的分身 其实就是名人 不过假装被击倒的名人 又变身成了齿丸 迷惑住了头脑简单的全种牙 不等全种牙的脑筋转过来 名人越起 抬脚来了一记狠的 这下可怜的齿丸是真正帮不上忙了 谁让他不会说人话呢 很灵也没用 全种牙看着倒在身旁的齿丸 心里一阵内疚 羞愤欲死的他 面对名人的嘲笑 牙咬破自己的手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还有速度上的优势 一定能找到名人的破绽 可是谨慎冷静的全种牙 还是被名人破了房 天才那种天骂行空的想象力 有时候普通人真是跟不上的 心情大好的名人 开心地要使用自己新开发的究极忍术 全种牙听到这个 保持了一万分的警惕 周围的群众也是十万分的好奇 名人居然还有绝技没有使用 可是全种牙利用速度的优势 根本不让名人施展必杀技 一番缠斗后 名人拼着胳膊被抓伤的风险 把全种牙捉住扔了出去 又是一次全种牙凭借自身的速度 补充到了名人的屁股后面 打算好好地给名人来一顿刮杀 好巧不巧的是 名人正在酝酿必杀技 越力过度放了个屁 全种牙正好被名人的臭屁 熏了个正着 场面真是滑稽又尴尬 鼻子高度灵敏的全种牙 受到了一万倍的伤害 捂着鼻子享受着销魂的滋味 名人真不愧是意外最多的人者 趁着这个空档 名人终于使出了必杀技 多重影分身之下的名人连弹 打到全种牙站不起来了 他可没有那么厚的血条 意外的情况下 没有出动九尾的名人 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胜者是血涡名人 下一场战斗急迫逼近 太子妃除田遭遇最大危机 他的对手是日向分家的日向宁次 百内仗兄妹就要开打了 真是让人怀疑啊 宁次比赛前希望雏田放弃 雏田温柔善良 羞涩内敛 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 这样的他不适合这个比赛的舞台 雏田不认同宁次的想法 怯懦的他希望表达出自己真正的内心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宁次对着雏田进行了一番猛烈的心理战 说得雏田都要哭出来了 看着雏田害怕的样子 站在台上的名人怒了 他紧握着雏田刚才送给他的商药 雾气狂魔上线了 他怒斥宁次 随意批判一个人内心的卑劣举动 鼓励雏田大胆迎战 干掉这个狂妄的家伙 名人的无敌嘴盾带给了雏田无限的自信 他的身上瞬间多了一股难言的气质 也许从这时候起 这部热血动漫的真正女主 才开始正式上线 反应过来的宁次 发现雏田整个人的气息都变了 名人的无敌嘴盾大显神威 真是恐怖如斯 雏田也开启了白眼 他不愿意逃避 要正式应战这个分家的哥哥 日向家族有他们代代相传的体术秘迹 凯赫里练的都是让别人筋断骨折的体术 叫钢拳 日向家练的都是破坏体内查克拉的脉络 破坏内脏的体术 叫柔拳 这样的类比来看 日向家的柔拳应该是更有威力才是 可惜火影后期消得特别厉害 真是一见不平之事 两人都是相同的招式 可惜雏田手短了点 宁次击打到雏田的心脏部位 雏田手短没够着 心疼雏田一秒钟 雏田吐血了再心疼一小时 宁次在瞬息外面的战斗中 清晰地找到雏田的穴位所在 截断了雏田查克拉的流动脉络 轻松一掌把雏田打出几米开外 他告诉雏田 优秀的人永远优秀 差生只能是差生 就像宗家和分家的差距一样 可是雏田没有放弃 大口吐血的雏田 相信的是名人的那套信念 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话 这也是我的忍道 名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震动 没想到会有人那么认同自己的忍道 君忧我忧 是从这时候开始萌芽的 爱揍夫妻的光荣传统 也是自此刻起 发扬光大 宁次一套点血攻击 打得雏田使不出查克拉 即使败局一定 雏田还是鼓起勇气 和哥哥宁次继续打下去 他望着上方给自己鼓励的名人 内心中充满了力量 这也许就是爱情的魔力 他可以让一个性格怯懦的人 彻底的脱胎换骨 一切的努力 只为了能够跟上喜欢之人的脚步 谁也没有想到 吊车尾 曾经遭受村里人厌弃的名人 会得到日向家族大小姐 日向雏田那般疯狂热烈的爱慕 或许这就是姻缘忌讳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宁次这个当哥哥的 可是不允许自己的妹妹 那样给自己撒狗粮 宁次再次击中雏田的心脏 雏田硬生倒地 可是在名人的鼓励下 雏田又顽强站了起来 雏田的血条是真厚 无敌嘴盾作用在未来老婆身上 难道有加成的效果 宁次这个大舅子未免不计人情 打得实在太狠了 宁次被雏田说出了心中的忌讳 那段不堪回首的宗家和分家的仇怨 发疯笑的宁次竟打算结果了雏田 万兴被几位商人拦了下来 雏田昏到前看见了名人跑了过来 雏田情况危急 心脏出现了视察现象 被医护人员紧急抬走抢救了 名人正宗地用手沾了雏田 遗留在地上的血 指着宁次宣誓要与他决战 名人果然还是心疼喜分的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